那我们在职场上面啊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主管嘛 对 对 那有一些主管啊 他 你如果你遇到好主管 也就算了 你就上天 对 你就是在天堂上 对 你就很开心 你在养生 对 可是如果说 你跟一个不好相处的主管 你要怎么样 跟他共处呢 对 其实跟主管共处 就是摸顺他的毛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 就像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自我价值比较低 或是社会历练比较不够 他其实 他见到的主管 类型其实就会比较少 比如说像我们其实 我们在求学生 其实我们就老师 其实我们就找教 作业跟听话就好 可是其实真的 你来到社会大学 对 如何去抓住 就是主管的特性 其实蛮重要的 那在这边我就整理了 就是可能四个类型的主管 就是你们可以去好好想一想 自己的主管 就是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呢 对 那第一个地类型的主管 有可能就是说 一些比较传产 比较传统的公司里面 可能有一些资历比较深的 对 对 那他资历比较深 所以他的地位 可能他的职位就是比你高嘛 对 那你是菜鸟 或者是说你的资历 没有像他那么深 对 然后他有可能你的能力 又造成他的威胁的时候 对 这种啊 其实比如说第一类型 就正常讲这种 其实有时候 他们其实是想要缺乏安全 就会缺乏安全感 他们不要求说 可能我可能要有多大的抱负 或多大的希望 他们只要求说 我就好好的在这个位置 就是过到退休啊 然后我只要保住饭碗就好 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主管 其实我觉得 建立他们的信心 有时候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当他们觉得 就是其实你要 你要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我不是要来去抢你的饭碗的 然后我是想要 我是真的想要来捕捉你的 有时候你提供一些薪资 或是让他看到你的专业能力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把你就当作身边的 身边的那些爱兵爱将 就是反而会好好的就是跟你相处 然后尤其这种他缺乏安全感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自信 所以有时候当他讲话的时候 其实你多鼓励他 或是跟他们就是讲一些 比如说可能比较引起共鸣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也会增加 他们的安全感 对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环境 是属于老鸟居多 然后可是老鸟他有分不同的老鸟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其中一个 嗯 那另外一种主管也有可能就是 嗯 自我中心的主管 对 就是你都要听我的 你们都这样做就不对啊 或者做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自我中心这个主管啊 他们其实也还算 就是以这次 嗯 等一下会再讲两个类型 嗯 他们也还算好相处 因为通常自我中心 他又能爬到主管的人 嗯 某种程度 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嗯 不然这种自我中心的 就是人家就只会觉得 你就是港币自用啊 你就立刻就被淘汰 可是通常这种 其实我觉得 你就是顺着顺应着他的能力 对 然后呢 如果你有持跟他有相反意见的时候呢 就是你可以在私底下跟他们讲 嗯 因为这种人其实他 这种主管其实非常的暧昧 嗯 所以如果当你 爱面子 对 就是你在当众就是给他难看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你怎么就是不听话 你怎么讲 他们其实反而会用各 而且这种人其实他们人脉 其实通常都还蛮广的 不然他们就是不会这样 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所以其实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得罪他们 哦 不要得罪他们 对 然后你有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 因为通常自我中心 他比较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所以你千万不能跟他硬碰硬哦 你一定要就是来软的 比如说你说 诶主管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想法吗 或是我们有没有别的计划可以实行啊 我觉得这个计划好像也不错 就对他们这种 提供他另外一个选项 提供他另外一个选项 可是你又是在尊重他的状况下 他就会觉得 诶反而就是我申请的时候 会把你顺便一起拉上去 第三种主管就是控制狂的主管 其实控制狂这个主管可以说 这是四种类型当中的大魔王 就是他什么都要管你 他不止就是找很麻烦你 什么任何东西他都要批评 或是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下 其实跟这种主管 其实你的精神压力 其实会非常大的 鸡蛋里面挑骨头 对你就会觉得 诶我做什么好像都不对 可是这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 就是那个界线 我们界线的密招就是又来了 就是你一定要清楚说 诶他这样子挑真的是我的问题吗 对 还是他对大家都这样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分清楚说 诶这是他本身的人格特质 你就会一直往自己身上去 然后就会觉得 诶你成天跟他讲什么 然后他也听不进去 那你们的关系只会更糟 可是他也不会想改变 因为他其实某一种程度 就是他内心的那个焦虑感 哦 对 他会觉得 诶我什么事情都要在 安得控制 他才不会焦虑 对 所以其实你就是安抚他的焦虑 对 其实这样就好了 还有另外一种 职场上也蛮常见的 就是踏着别人 一直往上爬的坐过来 对对对 这种其实他 基本上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 诶如果他只顾自己 他不顾你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反其道而已 你就是帮助他升迁啊 你帮助他升迁之后 他就不会是你的主管 他就会一直往上爬 可是如果他是有能力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 就是在他的身边 比如说暗示他说 诶其实你也会有这种想升迁 想要跟他一起奋动努力的 就是暗示他这样子 搞不好他也会把你一起带上去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们的 诶你说理念啊 或者是不合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你就让他升上去 就让别人当你的主管 这种人其实你也不用跟他有太多的交报 因为感觉他就是不会去拉拔你 他只顾自己的省钱 所以其实别人都跟他无关 对 所以其实职场上面有各式各样的主管 那有些主管 像我有遇过刚刚那几种主管 那我也有遇到那种 非常会管领导或带领人家 或者是去coach你的主管 所以其实当你们在选主管的时候 你们在面试或者在选主管 其实蛮重要的 你要选一个比较有同理心的主管 对 就是说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是会尊重你的 对 会引导你 会引导你 对 启发你的那种 对 那种主管通常他是本身自己很有能力 他也不会怕说你去超越他 然后他也会同理你的一个心态 对 那这种主管 其实他也比较不会去霸凌人家 对 因为他自己就是有同理心态 对 然后他也比较不会长思 其实这种关系其实反而是好的 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 一个健康比较平衡的关系 对 对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Ribetka心理师 他教导我们这些知识 你们都学会了吗 对 那我们就谢谢Ribetka心理师 谢谢大家 拜拜